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他不见了 他们说可能淹死了 他是你的朋友 这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不是有人亲眼见到他淹死了呢 长颜冬 活不见人 死也要见尸吗 他们没有见到尸体的 既然都没有见到 那就一定要找他 在找到他之前 什么事情都不能确定 我可以在全香港的电视报纸上登广告 让全香港的人都帮助你去找 行不行啊 谢谢康伯 你下来 下来 赶紧了 下来 李哥 有好消息 你没有救了 不用遣返了 有人找你 谁找我 一定是他进干的 他肯定让他妈妈给保出去了 他现在没有离开香港 你看 这是香港报纸登的行人启示 正把香港找你立家居呢 李哥 你想一想 在香港你就认识一个人 这位阿静 他哪来陈灯广告啊 可能是他妈妈拿出来的 你不是欧静已经被遣返了吗 香港这鬼地方嘛 自由世界 花花世界 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李哥 说不定 明后两天就要遣返了 这是最后机会 就报警给拿的 别忘了 接下来就不定我告诉你的 报告长官 我有事情要报告 什么事情啊 我不叫西安华 我叫李家居 叫李家居要怎么样 有人登报找我 我要求跟香港的亲人取得联系 这些人其实我看过 等了很多天了 你就是他们要找的立家居 是 不会想冒名顶替吧 报告长官 我是郑冰 他上去立家居 一次穿勾勾鞋都要痛难 忍一下习惯就好了 这是你的马术 没关系 快起来 行得走走慢一点 坚持一下 嗨 来 停起来 这是干嘛 这是修指甲 还有 就看你这两条辫子 现在哪有树辫子的都难看 怎么搞得好像吃活人似的 阿静啊 这就是化妆 你妈 刚才南眉营来电话说 小姐要找到那个李家居 已经找到了 就在南眉营 属于非法如今 马上就有遣返 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 马上去把她保出来 是吗 阿静到香港 我要让她步入上流社会 我要让她融入到我们这个圈子 我将来还要送她到国外去上去 我们就当今天的电话没有接 等她被遣返之后 我们再告诉阿静她还活着 明白 好像小姐回来了 我去看一下 这么快 小姐 小姐 她看她 不好了 小姐她 她跑了 她跑了 她现在带钱没有 她现在带钱没有 没有钱都带回去了 不是你一直陪在身边吗 对啊 但是她的房子还没转弯呢 就趁着人不出息 她的房子给丢了 怎么会 你跑到哪里去呢 你 只能是那个鬼爹的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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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给错钱呢 我没带钱啊 没带钱打地 有没有搞错啊 我真的没带钱 没带钱 可以去 我拉你赔一赚车的地方去 不不 你找我妈要去 你妈是谁啊 我妈是陈梦贤 你妈就是哪个电视台 叫波汤哪个陈梦贤 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叫她交到我们两个菜 学费当车费算啊 好好好 谢谢 丽家军 有人探视 走吧 老金 雷哥 老金 慢走 阿晨他们都出色 我以为你 我没事 你还好 你受伤了 没有 你好 雷哥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妈妈 老姨好 你好 这是我表哥 你好 这是我跟你们说 我要找的雷哥 看他 你好 这件事情麻烦你了 你看这位雷先生的事 我们知道他的事 情况是这样的 一家居 他还不是你们亲属 假如你要把他出去的话 我们还要向有关方面沟通 可能要几天才能把手续办妥 其实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我们搞定了 一定会马上通告给你 我知道了 那也只能这样了 阿晨 我们先走吧 不要回去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雷哥还要聊聊 大家都听好了啊 大家都出来了 把手头空中的放下来 出来听好了 老朋友先用几个潜传大陆的名单啊 大家都听好了 都出来了 你们都出来 大家快出来 听好了啊 今天潜传的名单 有一下子的啊 赵常贵 冯犬生 赵大梁 还有泰桓明 郑高 冯犬生 冯犬生 以下载到银子 请马上回去封锁公斤 准备好救命 准备好救命 李哥 童言不通命 你有希望了 可我被遣返了 对不起啊 我也无能为力 靠自己吧 你是怎么进入香港的 走渡 是自愿遣返吗 不是 我再问你一次 是不是自愿遣返 报告长官 我坚决不回大陆 我叫立功 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我很忙你不知道吗 没时间听你讲故事 你就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放下说 他这个 他立家居的 他是四五北京天安门事件的 学生代表 是中共全国通局的对象 他现在还留给钱 你说的就是那个 搞得满城风雨 香港人人都知道的立家居 就是他 对了 李家居 出来 到底有什么事 你干什么 这位是香港民主时报的记者 他想采访你一下 请你配合 你能不能先把相机收起来